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馬高斯 今次這條片是一個生活Vlog 話說星期一那天我去了一個地方 地址上寫深水埗荔枝角度 但太子站相對近一點 在這兩個站的正中間的確有點尷尬 適逢新蒙面超人香港上映 就有10個本地漫畫家揮筆創作 去繪畫出他們心目中的蒙面超人 這裏是一間叫Movie Marks的店舖 主要就是售賣日本電影和戲院的商品 其中一個空間就是展覽區域 這裏也展出了日本的新蒙面超人入場特典 例如最中週的EVA角色Final 又或者第一週和第二週的簽名版 最後這裏應該是店舖自己出的包場戲票 因為他們也有搞包場 接著就介紹一下展品 有份參與的本地漫畫家 很多都是耳熟能長 例如邱福龍 怪叔叔Cusson 之前西九龍中心雷女畫的林祥坤 香港重機的葉偉青葉Sir 江技 米奇 金小文 岸藍 還有Man真 和Q 如果讀錯就真是不好意思 平時去看電影優先場都可能見過 亦有可能網上大家都互相like過 不過真的有聊過的 就應該只有葉Sir 走入少少的貨架上 都有新宇宙的商品 這兩個金紋的蒙面超人幣 都頗值得收藏 在店舖的角落頭裡面 都有一個第一號的指板 展覽由即日起到7月15日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去參觀一下 地址就是深水埗荔枝角度169號地鋪 然後同一日的夜晚 我還去了新蒙面超人的優先場 聽片商講就是全香港第一批看的觀眾 而我今次就是二刷 這裡就是尖沙咀K11MUSIA MCL 當然就不少有打卡場 還要播著電影預告 地板上還貼上了大大個的蒙面超人 logo 旁邊就有紙板的旋風號 現場還擺放了FreeZero的新商品展出 就有這個蒙面超人第一號 還有蒙面超人第二號 這隻公仔還會附上大外套 至於旋風號就是分開賣的 由於還是這個試作品 所以我就不作評論了 例外優先場都有不少禮物 就是買票送的各款特典 這套小心翰正 都是新影同期發行的電影 這張就是今次優先場的戲票 最後就講少少二刷的感想 今次二刷發現到的事更加多 我是挺滿足的 首先電影開始之前 大銀幕就播出港式的Color OK版 就是最近大家經常聽到的 Semaru Shokka 全場觀眾都笑了出口 作為粉絲都挺開心的 就彌補電影沒有片頭主題曲的小遺憾 能夠聽主題曲去熱身 再進入這個陰影的假面世界 真的要多謝片商這個貼心的小安排 而完場之後最強烈的印象 就是那個超級陰暗的隧道墊 貌似的調光了一點 可能就是我的錯覺 也可能是戲院設備不同 又或者海外版官方調整過 始終日本第一次看的時候 就是用上全集中的狀態 超認真地看 所以眼睛都比較疲勒 這次二刷放鬆心情去看 發現剛才選的BGM真的挺一流 特別是風裡一戰 刀光劍影再配上超和味濃的BGM 更加突顯出風裡的黑道味道 最後就想講講蠍子女 話說前傳漫畫就有交代過 蠍子女就是超級被虐狂的M性格 被人捏著頸子套白泡 出了眼水 都依然笑著叫春 二刷的時候才發現 他被人亂槍掃射的時候 都依然不停爽著叫春 整體而言 鵪夜的作品就像一杯濃濃的威士忌 並不是人人都喜歡喝烈酒 但喜歡的人自然會深深地愛上 所以其實也不用想太多 不如就入場小卓一杯吧 這裏新蒙面超人 明天6月22日就正式上映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此為止 現在這個頻道就有超感謝功能 如果大家有能力上支持的話 歡迎大家貨金5或10元 大家的支持絕對就是有動力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記得給我按讚我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 2 4 7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